好 現在開始正式露營 耶 這是我們今年到這個家裡的最後一趟了 這是我們的車庫 好 看看我們的車庫其實這裡 其實洞越凹越大 James塞了兩塊石頭 因為我那一天腳就踩下去 然後一個大拐道 所以呢 還是要填起來的 我估計這個新買的買主會要我們那個 你看 其實我們的車庫現在已經整理得相當好 原來呢 在門的這裡是有架子 門的這裡也是有架子 我剛才都把它拆掉 然後丟掉了 現在這邊全空 這就是我的床 結果那個捐線的車子也沒搬走 原來是要捐掉 賣不掉啦 就是甚至兩個Coffee Table 這下是Coffee Table跟我的床住 賣不掉 然後捐車也不要 Anyway 那邊顏色不同 因為以前那裡有一個桌子 然後很久以前漆 油漆的時候那個桌子沒搬開 所以顏色沒有 一樣 這裡是鐵架 以前是全部釘在牆上的 所以我們拆都拆不掉 現在呢 全部不要了 就把釘子也拆了 這邊的窗簾是 爸爸以前書房的窗簾拆下來的 這兩個 OK 是這兩個 太長了 不過可以用就好 其他的我找不到合適的 不是太短 就是不夠寬 那這個當然不敢動它 這個窗簾實在是太舊了 一下碰一下就破了 好 我們往裡面走 這是我們家後院啦 其實這是我們家的後院 這邊 你看這塊石頭也已經清洗過了 現在白白的 這些石頭都清洗過了 邊邊上這些比較不好看的 長不好的這些薄樹啊 因為陽光照不到的關係 都連根拔起了 東倒西歪 然後 那個樹葉有的沒的 然後你看看這個地方 James現在那個地方 也等於往下塌陷了 就可能也許多年來 慢慢的都有塌陷的跡象 這邊呢 其實應該要用一個塑膠殼子 遮起來 可是買不到 這個寬度啊 這裡的寬度 是以前的房子的寬度 現在standard都沒那麼寬了 都是縮短 那我們買不到這麼寬的這個罩子 把這邊罩住 所以沒辦法 瞧瞧後院 啊 爸爸 這裡還有一塊木板 要不把這塊木板 放到那個小木屋裡好了 好 後面呢 那個木桌 爸爸以前做的木桌 我們也把它拆掉了 然後丟掉了 桌子椅子都弄掉 所以這邊所有的東西都弄得乾乾淨淨的 這邊呢 都油漆過了 好 來看一看我們後面換新換了 新換了的冷氣機 是Pen Pen的品牌 OK 這裡 恩...對 所以我們家有很多亂七八糟的磚頭 全部都堆在這裡 整齊的堆在這裡 OK 整齊的 這個是老媽的樹 然後呢 我們的後院仍然是不是很好看 但是實際上也沒什麼辦法 因為現在其實老實講是秋天 你要種很多東西也種不太起來 這個地方原來是有一棵樹的 在邊邊上 也就是在我手指這裡指 這邊 這個位置 這次回來砍掉了 總共是我附了1250 對方附了1250 這邊呢 全部都弄過了 然後所以那個石頭 然後重新鋪起來 原來這邊邊上有很多小木樁 因為已經 要不就被蛀的 爛爛的 然後東倒西歪 那個時候風災的時候 吹著東倒西歪 所以也都 全部 呃... 拆掉了 只剩這一塊 這一塊呢 離草的是建議我們不要去動它 原因是這邊 因為這是一個坡 等於說有點水土保持 不然的話到時候這邊土 一下雨流失 全部都往下流 所以這等於有個擋土牆的作用 好,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這邊呢 長了一堆 竹子 這就是老媽的錯啦 啊 這個就是因為當時 你知道的 就是老媽說 要種竹子 然後最後還留個一兩根 結果人家又不小心 才一年還兩年 又長了這一堆 好啦 把後面遮住是遮住 可是我們家院子是不好看的 真的要整院子 那可是要花大錢 好幾千塊整的 秋天也不適合整 那第一種也整不起來 還有就是後院的院子 路太多了 你沒有辦法種太多花花草草的東西 嗯 會被吃掉 你要弄成草坪 像對面那樣弄成草坪也很難 因為這邊樹太多 遮到根本陽光沒有 所以你看我們家的草地 沒什麼草 因為種不起來嘛 你看這邊全部都是陰影 你看這幾顆讓它修過了 然後這個地方原來堆了一大堆木頭 在這裡堆了一大堆木頭 是我們冬天燒的 讓它全部搬到後面去了 在那兒 好 以前你看看這邊很多杜鵑花吧 現在呢 因為可 我在想是因為樹長得太高了 所以呢 基本上都長得不好 歪歪倒倒的 然後要不然就死掉了 弄掉了之後 這邊先就是一個空地啦 就是 對 就是這樣 好 然後呢 現在 那我們進家裡面喔 Part 2 Part 2 我們要進家裡了